最近私信都被这个话题挤爆了 神之谷剧场版是真的吗 一座38年前就消失的小岛 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就这么说吧 抵上战争的ProMess Ultra版本 大家好,我是猪猫笨 首先要说明啊 目前并没有神之谷剧场版的消息 但好消息是 这么重要的内容 意味着以后会在漫画正片中看到 未来可期 当年参与神之谷的战力 堪称海贼团史上最强巅峰赛 不妨来看看这里面都有哪些大人物 首先是洛克斯海贼团 洛克斯一出来就啥也不用说了 直接就是最强 首发四五中 有三个后来成为了大海皇帝 白乌子、比格曼、凯多 三个人后来都建立起了庞大的海贼势力 军领新世界 剩下的金狮子 则是与罗杰、白乌子并称为三大传说海贼 巅峰时期也拥有一支庞大的海贼舰队 曾一个人单挑马铃繁多 同时面对巅峰时期的卡普和战锅 强大的飘飘果实 开启了海贼空战时代 林林这时候已经有了红红果实的力量 白乌子则与巅峰时期非常接近 很可能也已经有了真正果实 最顶级的超人系果实 有三个在这里 相比之下 此时的卡老师还只能算是一个新人 还没有青龙果实的加持 应该算一个有霸王色的高级兵 这四个人随便拉一个出来 都能有一人灭一国的恐怖威力 霸在白乌子身上的 就是后来的密斯巴金 自称是科学家 但Mass中吃闲饭 比加旁克等人以他为原型 创造出了第一个克隆人 斯图西 巴金后来又自称是白乌子最爱的女人 并且还有个孩子 强大的爱德华·威布尔 就战斗力方面 确实有老爹的风范 不管怎么看 巴金都是个传奇人物 而此时跟巴金争吵的女人 古罗利欧萨 就是后来的杂婆婆 女儿岛亚马逊百合的 前前前代皇帝 除了拥有敏日的洞察力和智慧外 可是应该也有很强的霸气实力 这也是亚马逊百合的主要天赋 关键是 颜值真的很难打 而剩下的边边角角 也全都是狠人 首先是左下方这个角落 有个身材还小的家伙 从帽子 嘴唇和领巾的样式来看 应该是后来比格曼海贼团的厨师长 长面包 外号美食骑士 当年也正是他 把大妈引向了海贼之路 有很强的领导天赋 关键时刻负责就唱 他也许才是比格曼海贼团 真正的副船长 也唯有他可以直呼淋淋 本身也是超人系 吃吃果实的力者 很可能就是当年 洛克斯海贼团的厨师 专门负责怪物们的伙食 在长面包上方的 有被厚嘴唇的壮汉 第一眼感觉像鱼人猪 但没有决定性特征 长相像是 罗杰海贼团鱼人桑贝尔 和另一个船员诺兹的合体 看着就不好惹 后来在莫利亚的僵尸军团中 有个原脑袋的强壮僵尸 有可能是他 莫利亚这批僵尸里 有好几个洛克斯团成员 我们最熟悉的约翰船长 这次他以活人的样子出现 标志性的喝酒知识 跟后来的僵尸形态一模一样 他最著名的 就是死后留下了宝藏 终于看他手上的细节 带着一个壁环 这是他的藏宝图 这个壁环后来在莫利亚篇 成为了纳美的战利品 但因为不是珠宝 被纳美大方的送给了路飞 后来在推进城 路飞遇到巴基时 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壁环 最后巴基巧妙的 拿到了这个藏宝图 而现在 挖出来提升实力了 约翰身后的两个战士 一个四条手臂的家伙 也在后来的僵尸堆里出现了 看起来是一名狙击兽 拿到了这位 头发炸王的大哥 后来莫利亚给他安排上了 一把更大的刀 应该是某位见识 从白胡子头上飞过的 这名使用爪子的战士 名字不香 但是后来在莫利亚的僵尸军团中 也有他的身影 我只能说 莫利亚是种人尽其用的顶级老板 光是这张登场人物 已经有这么多细节了 后来也是僵尸军团之一 但他的武器看起来并不是斧头 与另一个著名的洛克斯成员 淫妇对不上 倒是他身边这个拿斧头的 有淫妇那位了 而最后这名 疑似戴着帽子和眼睛的帅哥 有可能就是两年前 与黑胡子争夺海贼岛控制权的王子 他在洛克斯之后 长期掌握着风潮岛 实力可以说也是黄机 所以他并没有被做成僵尸 并且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剧情中登场 应该说 就算不考虑船长洛克斯 而作为他们的对手 主要有神之骑士团 罗杰海贼团 以及喀布的金锐海军 神之骑士团目前公布的线索还非常少 但最强的加灵圣 有天一直在暗示香克斯与他之间存在渊源 如果香克斯强大了霸气天赋 既神之菲迦兰德家族血脉的话 那么加灵圣应该在霸气方面也是个高手 并且他们两个都是剑士 非常像了 当年香克斯没有机会参与神之谷大战 但是加灵圣可以 四皇这就凑齐了 而另一个海贼世界的强者 罗杰海贼团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熟人了 也是几乎每个船员都非常强悍 纵横实力超越目前每一个四皇团 而这里最大的看点就是罗杰没有胡子 应该是目前我们见过的最年轻的一个版本 也很可能处于巅峰期 巅峰时期的罗杰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平A都有神币的威力 有趣的是 甲霸的台词甚至比雷利还要多些 未来正片中的戏份值得期待 最后就是山上来迟的卡普机将和他率领的海军 这也是卡普的巅峰期 体型上甚至比凯多还要吓人 手中一捏全都是黑色闪电 回想一下 后来卡普在风骚倒的那一季 拳骨冲突 如果说神之谷最后是被卡普炸了 我也一点不会惊讶 但卡普一人之力 面对洛克斯加罗杰这一堆怪物 似乎还是有点不够看 跟着卡普登场的这批海军里 熟悉的面孔只有副官伯加特 其他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也许又是个坑吧 以上就是本期神之谷 各方人物设定的简单盘点啦 一起来期待 神之谷大战未来在漫画里更新吧 我是猪尔本 我们下期见啦